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甲生丙饮丙子丙蓄 这个人他在提问说 他的八字 消应夺食是否可以救 因为很多人都跟他讲 消应夺食很可怕 甚至跟他讲说他人生无往 干脆就是重新再来 各位很多人 根本就是自己在吓自己 往往只有术语套进去 然后根本就不知道 为什么是这样 导致很多的情况都是 错误连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状态 他的天罡为甲木 生丙火 生雾土 他的地支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戌土 生生金 生子水 生饮木 所以你从他的一个本命 你可以发现到一个八字 好像很不错耶 不管是在财运 不管是在官运都很好 只要他的大运不要出太大的问题 这个八字基本上都是走得很漂亮 各位 所以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八字 结果竟然就只有因为他有个消应 他有个食神 人这样子就叫消应夺食 这边有个消应 这边有个食神 消应夺食 各位 没有到那么简单 这个就是用着我们常常讲的 入语 然后自己下自己 根本就没有去了解 他的八字的本质是怎么样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你不懂八字 你的人还很正常 懂了八字以后 你变神经病 那为什么会变神经病呢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去了解 八字真正是什么情况 而只是为求速成 到网路上 随意的Google一下 得到了一大堆资料 你以为这样叫学八字 当然不是 所以各位 这个八字 就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现象 就是用术语 再乱套自己八字 结果一个好好的八字 套成自己下自己 而且这边还透露一个问题 他去问别人 很多人有学过八字的 也这样子在批八字 你就知道八字的这个世界 是有多混乱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